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再度当庭来提出杠告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地院刚才裁定他可以交保的时候呢 也给出了理由 他们认为说这个郑文菜呢始终否认说他有收贿这个行为 那么再加上呢 他向这个院方是表示说呢 他自己收了这五百万元 并非是这个要来收贿协助推动科技园区的土地重化 而是他说呢 当时候他正要准备选举 所以呢 向人来借贷了这五百万元作为这个选举金之用 那么这个他的说法呢 是非常的详尽 所以呢 院方也暂时来采信说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 那么再来加上呢 其实本案的相关其他被告 包括这个交付五百万元的人 目前都是已经被收押的状态 所以呢 院方是考量到说认为 现在这个证据都已经相当的齐倍了 那么郑文菜即便他人没有被收押 那么他还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勾串证人的动作 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侦查 所以呢 是经由这些理由之后呢 裁定他是可以用一千两百万元这个金额呢 来交保离开 不过这一次呢 检方仍然是当庭要来提出抗告 那么郑文菜持续呢 一样是被要来限制住居 以及出境还有出海 不过呢 这个院方是表示说呢 等到收到了这个检方的抗告书之后呢 会一样用这个最速件的方式来送交高院 那么就看到时候高院对于这样子的交保裁定 是会予以撤销呢 还是维持原定的这个裁决 那么就看到时候高院怎么说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将持人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